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灾变的数据 那大灾变呢 现在每天啊 被击杀的boss有7万多个 刚刚好像说大灾变的boss很厉害啊 但实际上每天都有7万多个僵尸 大灾变的boss 倒在我们战士的枪口下面 当然 这个代价也是非常大的 平均每天有25万个战士 倒在了战场上面 那么 并且呢 他们带了 就是经历的战场数有多少个呢 平均每天也达到了7万3千多次 在现在 可能说整个大灾变当中 大家都会被忽略的一个东西 也就是 挡在路上的那些障碍物 那么我现在来告诉大家 平均每天被拆掉的障碍物 有22万多个 想想就是我们现在 如果说马路上面的石子的话 你要踢22万个大概要踢多久吧 接下来再看一下满极致霸这一条 那满极致霸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以满极的状态 通过大灾变的闯关模式 那么这样的一个战士数 这个数据就非常庞大了 已经达到了7100多万个 说实际上 玩家们并不惧怕将士 每一个都有着一个满极成神的 每一个心理的目标 那么并且呢 在完成第二至六级 全部巡礼者荣誉的这个战士数量 也达到了23万个 这个概念非常可怕 因为第二至六级 巡礼者荣誉 实际上刚刚上线 才只有几个月 现在依然已经有23万个玩家 已经完成了这一个挑战 真的是非常强大 好了 今天的生化的一个数据 实际上已经给大家共享完了 但是爆料还有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大家非常期待的 2020年属神 神到底长什么样吧 现在给大家卖个关子啊 那个这里可以 大家看到有一个 简单的一个剑影 在剑影当中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它可能是一把什么样的武器呢 它是像一些什么样的武器的组合呢 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已经上线的武器的一些身影 在其中 大家可以想象 好了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 咱们就看一下它的原型吧 红色的外观 可能说 已经能够给大家 更多的一些遐想了 那么现在这把武器呢 并没有定名 我们可能从明天开始呢 就会发布这个武器真名活动 也是希望呢 各位玩家 能够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号 能够参与我们的 整个的一个就是真名活动 也希望大家踊跃的参加 好了 那今天呢 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了 好的 我们是谢谢一下 路易先生的分享 Counter Strike Online